大家好 我是Panther 笨蛋 熊版 歡迎收看 近來90mall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14年第14個星期 上一個星期就講了幾隻比較大型的遊戲 每一隻就花了一點時間去講 這個星期就很不同了 因為我有一天就休息 把年價都清掉 所以同一天就連續試了五隻之前買了 但是未有機會玩 未有機會試的遊戲 即落即落即落可能是幾個月前 甚至半年前買都有的 那我們順次再講下去了 第一隻要講的就是The Swapper 這遊戲推出的時候 就稍微明不見經轉 有些都不知道什麼來歷 但是很快之後就發現 都大受好評 即是各個遊戲網站評分 那些評分都給到很高分 那是一隻Puzzle Platformer 又是有解謎成份的平台遊戲 它最特別之處 可能大家第一眼看下去 就是它的畫風上面 在art style上面 它的公仔其實是用泥膠公仔 或者不是泥膠 泥公仔 用一些手作的公仔做出來 然後再後期拍了做數碼化 然後再加一些Animation 除了一些人 那些背景 很多東西都是做了一些實物模特兒 然後就 就不是說就這樣在電腦畫出來 所以感覺上可能有點不同 雖然說是泥膠公仔 但是它的風格 完全不是大家一般想到的 公仔那麼可愛的風格 相反來說是很陰沉的 很像一個孤單的太空的感覺 其實這遊戲起初玩的時候 是企圖拍Let's Play的 還想用一個第一身 好像當我真是裡面的主角 去一直交代我看到的 所見所聞的東西 但是由於這個遊戲世界 實在是太過不知名 太不清楚 太迷惘了 搞到很多時候我看到一些東西 或者遇到一些東西 都不知道給什麼反應好 好 加上這個遊戲是第三身 所以你看到地圖周圍的東西 很難說看到前路是怎樣 而假裝看不到的 還有當我用第一身去說話的時候 說得太過casual 太過像平日說話一樣 又沒有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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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想說得比較有氣氛 內容 比較特別 比較咬文雀字 又不可以即時想到那麼多 很好的形容詞 或者很好的句子 所以呢 結果兩頭不到按的情況下 這個方向就應該做不到 或者我可能需要準備好一些 再來挑戰這個模式 那說回遊戲本身 之前說過有解謎成份 那裡面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技能 就是你可以製造四個分身出來 那這些分身製造出來之後 它就會跟著你的所有動作 就是你走去走你跳去跳 那再玩多了一點 就多了一個技能 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控制權 移到任何一隻分身身上 那當我有了這個技能的時候 我就更加不知道在我的Let's Play 那個影片怎麼交代 哎呦 我的身身就 就閃了去我的分身之上 都不知道怎麼解釋 那我就不是玩了很多 但就已經開始遇到一些燈 藍色的燈 紅色的燈 就會阻止你在那個位置 做一些分身出來 或者阻止你用那個 SWAPER 交換那個控制權 那個射線 那一邊玩下去 不知道會不會有更多的技能 那暫時我玩了有以上的技能 在這裡的情況下 就掌握位置 在哪個位置射一些分身出來 接著掌握時間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要在分身 跌在半空的時候 就換過去 或者再射一個分身出來 這樣 這個遊戲的故事 就真的不清楚它究竟是說什麼 只是知道 不是令人很舒服的 因為呢 當你究竟為什麼 會弄了一些分身出來呢 那當你換了你的控制權 到你的分身那裡 你原本的身體 又是不是會死了呢 而且你很多時候 會看到你的分身 不斷死啊 不斷死啊 想起上來 都挺可怕的 那一邊玩下去 不知道會不會有更多解釋 我們會不會了解到 那些分身是什麼感受的呢 各樣各樣 是一個謎 那第二隻試了的遊戲呢 都跟第一隻有點類似的 都是Puzzle Platform 而且風格上面的畫風 都是很特別的 這隻Thomas Was Alone Swapper呢 就透過在場景裡 只有你一個人 找不到其他人的情況下 製造一個孤單感出來 而Thomas Was Alone 雖然名字叫Thomas 孤單一個 但其實這遊戲裡面 除了我們這顆橙色的 長方形主角 Thomas之外呢 還有其他多邊形的 你會遇到的 那這遊戲的畫風 就很簡單 只有很簡單的圖案 很簡單的線條 但是呢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透過龐伯 他會為這些 每個一顆一顆 這些角色 就給他一個名字 他好像主角叫Thomas 然後他會遇到一些 其他多邊形 叫做Chris 叫做John 很多其他不同的名字 那經由龐伯 去解釋 每一個角色的 心情 的想法之後呢 就令到每一個這種形狀的角色 變得很有性格 例如Thomas自己 就很開心 很樂天 很好奇 很喜歡到處觀察很多東西 你第二個遇到的Chris 就鼓叔很多 就不太喜歡Thomas 為什麼 常常覺得Thomas 嘻嘻哈哈 那麼開心 有什麼值得那麼開心 在那邊跳跳 這樣 那經由這個龐伯一說 遊戲就很巧妙地把原本這些 很mechanical 就是你 就這樣跳上跳下 走左走右 這些動作 都轉化為 好像每個角色很有感受 而去做出來的舉動 我覺得如果沒有龐伯 雖然你玩耐了 可能都會跟這班多邊形 建立到某種關係 但是加上龐伯 給了這班多邊形 一些性格 就出現一個1加1等於3的效果 其實我本身玩這隻遊戲 玩了一半左右 而且就做了一個Let's Play 即是一直有龐伯的 但我覺得這個遊戲的居公之處 就在它原本的英文龐伯那裡 一來我又不可以百分百把英文龐伯的神髓 完全翻譯出來 二來我覺得這個遊戲的音樂做得很好 我不想在我太多的龐伯上面 覆蓋了音樂 我覺得可能要玩的時候 自己一直聽著它原本的音樂 感受會更加多 順帶一提 這遊戲是我自Bastion之後 另外一隻我真的會額外 是黑耳去找OST來聽的一隻遊戲 那我想由於這遊戲 無論是畫風 氣氛 以及操作上面 都很簡單 所以音樂對遊戲的影響就更加強 又說回這個遊戲 其實那個玩法就很簡單 你操縱一至五顆 多邊形就由地圖的一方 去到一個終點 將它們放回適當的位置 那一關就為完 當然 他們每一顆的能力有點不同 譬如Thomas跳得比較高 但Chris夠小顆 就可以通過一些比較窄的通道 他們途中就要互相幫助 才可以令所有的角色都去到終點 但我玩了一半其實就不難玩 加上這隻遊戲都推出了好一段時間 很多機會都會再減價 我很推薦大家 如果有機會的 就買來自己試玩一下 第三隻要說的遊戲 叫做Safe House Diary Z字頭,Z字頭 Safe House 即是由於吃著那個食字 Zombie喪屍 之前兩隻遊戲 基本上都是操作動作為主 這隻就完全沒有動作 差不多是純文字的打喪屍 遊戲背景又是Zombie Outbreak 即是無緣無故爆發了喪屍 不知道怎麼來的 接著你就要控制這行五人 在這個區域 找到一些汽車零件 找到的車出來 然後就維修的車 逃走 就為之完成 在遊戲中 你主要就是分派這五個人去做一些搜索 製造工具 或者去巡邏 或者去看一下其他建築 有沒有喪屍 甚至拿一些武器去攻打的地方 讓你可以再去那個地方找更多的資源 那你這五個人就隨機會有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職業就有不同的技能 他們會擅長去做不同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就特別擅長去搜索 有些人就特別擅長去監察喪屍 有些人就特別擅長做工具 他們也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性格 以至到你這五個人一起去做事的時候 就會產生不同的關係 有些人可能特別喜歡一個其他成員 有一個又會很討厭另一個人 那如果找兩個不咬 性格不合的人一起去做事 那就有機會產生摩擦了 那摩擦了上來 他們有機會會吵架 甚至會有些爭執 可能會打爛東西 導致自己會受傷 然後就影響他們 再做其他東西的效果 或者可能遇到喪屍的時候 逃走不及 這個遊戲 就以每個小時為之一節 就是分派的人去做事 他們做一個小時就回來 所以一個小時內 其實就不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可能你搜索一間房子 一個小時之後 都找不到什麼東西出來 就導致到遊戲節奏比較慢 玩這遊戲就需要較多的耐性 可能由於我玩 習慣一些比較大製作 比較有效果都快一點見效的遊戲 當我搞了一段時間 覺得你們找來找去都好像沒什麼 那我不如派一些人去 另一間屋那裡搜索一下 那又加上我玩得太多其他喪屍遊戲 可能覺得喪屍很容易對付 那結果我找了三個人 帶了一支雷球棍 就跑去另一間屋 就叫他們打進去 不要管了 那結果事與願違 他們兩三下手勢 被喪屍分了屍 那結果我的遊戲 在第一天都未完成到的情況下 就game over了 那我想這遊戲主要玩的重點 就是策略遊戲 你要怎樣管理你這班生還者 怎樣分派他們做事 是最有效率 而又最不會產生摩擦 因為他們的人際關係之間 你每一天會有一個機會 散播一些所謂留言 一些謠傳出去 譬如你可以說A 原來他是 雖然有錢 但他也做了很多善事 就會令到其他隊員 如果是對一些有錢人 特別有偏見的話 他們就可能對這個人 有一點改觀 有助他們保持一個和派的關係 那我不知道在這裡玩下去 會不會有其他更多的方法 去影響或改變他們之間的關係 或者下次需要多給點耐性 才可以試得出這遊戲 究竟那個精彩之處在哪裏 第四隻試了的遊戲 叫做 The Pit The Pit The Pit 原本是一個RPG系列 但是 我沒有玩過 只是在未來在太空發生 而The Pit 就是它一個 少少分支的遊戲 是一隻Roguelite 就是一些Random成份很高的 你每次進去 地圖都是隨機生成的 你遇到的東西都是隨機發生的 這樣 這個遊戲一開始 你選定了角色之後 就下去一個 太空的城市 一層一層的探索 由於它一開始 三個角色裡面 有Marine 有一個Engineer 還有一個Scout 我選了Marine 應該是對武器 對戰鬥最精通的了 所以全程我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殺敵 對於那個基地裡面 其他好像一些特別的Locker 還有一些特別的電腦 還有一些特別的系統 我全部都操作不了 每次走過去企圖用的電腦 最後都是搞到電腦都弄了 所以我遊戲過程 80%都是到處找一些 盡量找到一些子彈 有助我繼續去殺所有外星怪物 或者一些不知什麼奇怪的物種 雖然遊戲裡面的戰鬥系統挺不錯的 武器有多少 手槍 Sort Rifle 可以分一時間 瞄準幾隻目標 Sort Gun 會有範圍攻擊的效果 還有不同類型的手榴彈 等等 而且還有一個飽餓度 就是要煮食物 去保持不要餓 在這個煮食系統 也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你可以慢慢去鑽研 但是由於遊戲的環境 實在太過類似 整個房間都差不多 加上我很多其他的 鑽研 或者電腦系統 都用不了 我基本上 每一層下去 都只有戰鬥 畫面也沒有特別發生 周圍各個房間一樣的情況下 顯得很重重覆覆 在我玩了幾層之下 雖然戰鬥系統是不錯 而且遊戲也算是有背景故事 但是每一層每一層之間 你感覺不到 究竟有什麼進展 那遊戲 而你面對的東西 變化也不夠多 在這些Roguelite的遊戲 如果你每一層都覺得 沒什麼驚喜的話 就很難令人有心繼續玩下去 所以如果大家想玩Roguelite的遊戲 我覺得都是比較推薦 之前我玩過的 Faster Than Night FTL 或者 Dungeon of Dragmaw 甚至可能是Legend of Grimrock 都可能比這隻The Pit 會比較有趣 第五隻試了的遊戲 就不是這些小品遊戲 是曾經都算是大作的 Bullet Storm 都推出了很久 但由於一直都沒有Steam版 我們Roguelite的遊戲 直至在數個月之前 Armazon減價的時候 我才買了 但到今個星期才有機會試 是一隻粗口的 非常非常的遊戲 很粗俗的用語 我可以想像 如果這遊戲裡面的對白 是廣東話或是中文的話 就難以接受 但英文的話 我又不知為什麼 我又覺得它 比較搞笑 比較滑稽的情況 所以說 有時候這些東西 就真的看你聽不聽得慣 Bullet Storm 整個遊戲的風格 其實都很像Gears of War 因為 它的人物又是大大舊 Machro Man 很難 每個人都很Man 很粗魯 雖然遊戲裡面 也有女角 但女角 以我所知都是很粗魯 Gears of War 就是3rd Person Shooter 這隻就是FPS 以第一身去進行 如果你說這隻遊戲的跟踢 就是射擊的部分 就一般 不是很特別的 效果 也不是很滿足 在打中人的時候 但遊戲的特點 就是它有很多花巧 你除了可以用腳去硬 很多物件 硬一些敵人之外 可以拉一些爆炸品 或是放一些東西出去 甚至可以打一些 坐在直升機上的敵人 還可以拉起來 所以這隻遊戲 最主要就是 玩他們所謂的SKILL SHOT 即是 打死敵人 就沒什麼特別的 你可以用很多花巧的東西 例如 找一條鞭拉過來 硬回去出去 然後才打死他 或者 把敵人 放在尖刺 或者放在牆上 做很多花巧的東西 你做得越多 就會越有獎金 那些獎金 就可以用來 升級武器 除了這個SKILL SHOT 系統之外 這隻遊戲推出的時候 當時還是很流行 QTE的Quick Time Event 即是畫面突然彈出來 叫你按鍵 然後考你反應 那些場面 這隻遊戲的Quick Time Event 就 表現場面都很華麗 玩起來 這隻遊戲 可能今時今日 拿回來玩 就有少少舊 無論是畫面 或者操作 各樣都好像有少少 但如果你不太介意 那些很粗俗的對白 你又不是介意 有少少老土的故事情節 主要進去嘗試 感受 他這些 鞭拉過來 這些SKILL SHOT 他們所謂SKILL SHOT 都頗值得一玩 最後一題 這個星期有幸 得到 三虎 可可 和小明的邀請 四個人一起玩 Play Day 2 遊戲當然比較適合 但四個人一起玩 依然 很開心 我們之前已經有幾晚 在三虎的Twitch頻道 直播過 如果大家 我們都沒有特定哪一晚 哪個時候玩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到下面的連結 可能在星期一至五期間 晚上大概十點多 十點左右 開始就可能會 有機會見到 開台玩的了 我相信我們未來 還會玩更多 有興趣的話 就跟回連結 去留意一下 好了 今個禮拜 近來搞什麼 就說到這裡為止 我是Panda笨蛋熊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喂 怎樣 喂 很痛 現在怎樣 走回 不要緊 走 我們回到直升機那邊 回到直升機那邊 回到直升機那邊 摺了一袋 小心有人 前面 嘩 沒了子彈 走啊走啊走啊 走啊走啊 回到直升機 喂 死了我救手 死了死了 在你後面 死了死了死了 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我出去了 有人包嗎 好多人啊 這裡 我死了 我們不會功虧一貴的 冷靜點 救回來先 你兩隻腳插進去 我們不如拔著你的腳 拖你上直升機吧 對啦 拖我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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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 有多少錢呢 這麼拼命 拼命 拼命 我差一步 就可以進去 然後死了 進去都要等我們 你不懂得打關斗 嘩 九萬多啊 賺錢 好